字幕 李宗盛 輕輕鬆鬆,秋若由衷 今天我們去一個新的地方 就是坑口文曲里公園 現在我們來到 港鐵將關澳線的坑口站 由邊宜出口離開車站 左邊是奧院偉蘭彎本 我們向前行大約100米 鑊交通燈,橫鑊培城路 快要文曲里 左邊再行大約60米 我們來到坑口文曲里公園 由港鐵坑口站走到這裡 路程大約200米,非常方便 如果自己開車呢 開車來到將軍澳道 走經將軍澳隧道 過了隧道就是將軍澳隧道公路 如果你不熟悉將軍澳道路 最好是使用衛星導航 我們醫導航指示行 現在我們來到保康路 我們在單車館停車場 我們在單車館停車場 這裡時租收費很便宜 我運動場都設有停車場 收費比較貴 每半小時要100元 泊車後 步行大約400米 就來到坑口文曲里公園 就到了坑口文曲里公園 文曲里公園佔地特約1.9公頃 在2021年1月正式開放 是白牆、灰頂、蘇寒的特色建築 貫穿整個公園 公園的入口都是滿滿的古代氣息 四周都是蘇寒特色的圍牆 前面是現代中式庭園 是這個公園的主要設施之一 穿過這個似月亮的月洞門 庭園的中央以水景佈置 直走進去映入冷簾的是一個池塘 庭園裡的魚好像有靈性的 我們一走進去 好像跟我們打招呼 蘇州的建築風格以圓林建築為主 而韓州的建築風格 是以傳統江南水鄉特色為主 兩者皆注重自然景觀的營造 和建築與自然的和諧 現代的中式庭園通常以簡約的建築風格為主 同時又融入了中國傳統園林的元素 形成富有現代感 又具備傳統庭園的設計 混入了大量的直線和幾何形狀 簡潔的線條和形狀以現代的建築吻合 亦使用自然材料 如木材、石材、竹材等 使庭園具有自然和生態的感覺 現代的中式庭園是運用水景和植物 來營造自然和諧的感覺 博園流水中中 半通園內的小徑為庭園遷上壽氣 我們走停順步 進行秀氣的環境 也有兩種廣泉 先進行秀氣的環境 另外一種廣泉 在這裡面秀氣的環境 走遍多種花草樹木 看前面这些公缝花开得多漂亮 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黄蝴蝶或红蝴蝶 这种植物比拌毛大一点,比桥毛小一点 原产地是西印度坟老 它的花就像飞凤,有头,有尾,有刺,有竹 形象生动,活灵活现 真的好似一只非常紧的金凤王 种状花序,长25厘米,花紧长4-7厘米 花苔是台内型,花瓣是橙红色或黄色 花丝顺出花半外,长5-6厘米 金凤的花旗是很长的,几乎全年都有花 这里也有种植天台鸟,现在都在开筆 它有一种渴望蓝和极乐鸟 原产地是南非 花的形状就像猪鸟 因此它的名字就和猪鸟有关 你看看,线着一群猪鸟在植物上飞翔 天台鸟的花见是高过叶片的 肉碎花醉,好像猪鸟的嘴巴 由于它的花朵垂直于径,好像猪鸟头 这里也有鲜木鸟,可惜未开花 我们继续尋找丝木棉的花朵 北区公园是有丝木棉的 现在我们就去北区公园 很快我们来到粉岭公路 我们现在在走的叫做素本步路 来到华会道转右洗入粉岭位 很快我们到达北区公园 这里也有麦标停车场 是这样的 拼好车我们就走入公园了 之前我们有影片是说过这里的 欢迎收看相关的影片 看看这里的丝木棉开花 丝木棉是属木棉坊落叶桥木 原产地是南美洲 丝木棉叫美人树 因为它的树干直立 树形秀丽优美 叶色清脆茂盛 花朵开花时殉丽遥模 那么严丽是不是似美人 花棋一般是每年十月至亿年二月 由于近年气候暖化影响花棋 有些丝木棉 八月已经开花了 而这里暂时只用一棵树开花 当花朵盛放的时候 事业就开始疏落 整棵树都是花 更加厌丽奪目 它的花是粉红色 五片花繁是向外反的 花繁币是紫核式发纹 非常特别 花丝核生成红绿管 包围花柱 看见这么漂亮的花 我都要多拍一些照片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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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到此为止了 喜欢这条影片的请给个like、分享和免费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